I am California of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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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叫黃佳瑩 我的英語名字叫 Shirley Huang Badman 那我今天很感謝 門市的讀書館 給我這個機會來跟大家 分享我的新書 叫《展翅的彩蝶》 這本書呢 我不是一時之間 才想要去寫它 而是經過 多年的 心得感想寫出來的 首先我要先 介紹這書中的內容是 哪一方面的 資訊 如何讓我們的生活 過得更充實 讓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能夠作為朋友的 扶持 平時能夠互相勉勵 而有所成長 那這是本書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 希望大家在這個 看過之後生活會覺得說 我們都是相識的 可是我們都是有緣的 那我要談到這本書的內容之外呢 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我會寫這本書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個契約女士 在職場上做事 也知道我在社區上非常的活躍 因為我常常贊助或者任何的一些非營利機構 我也常常在辦那個畫展 還有就是說在文藝方面的參與也非常的多 事實上我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媽 那現在我因為從早期 在小時候因為我在 我是來自台灣的路港 當時因為媽媽總是覺得女孩子無才便是德 所以呢 基本上跟她溝通的機會比較少 那就養成一個習慣 我喜歡寫日記 從我十二歲開始我就一直寫 寫到今天 我覺得寫日記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因為我好像有了一個新的朋友一樣 那從那個地方開始我也喜歡畫畫 所以很多人有知道我也喜歡畫畫 也喜歡寫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我一開始的啟蒙寫文字 寫東西 然後到了美國之後 因為在企業界商界 我們需要推廣我們的行銷方面的資訊 我就在一個雜誌上面 開始每個月寫我的專欄 在這個專欄呢 我都是寫生活的感言 而不是在商業性方面的資訊 也慢慢的六年下來 從而沒有斷過我一次 就這樣累積成今天這本書 較為展翅的彩碟 那剛發表沒有多久 所以今天門市的主事館請我到這邊來 在3月30號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希望你們能夠來看來聽 也能夠彼此的增長更多的這個學習的機會 謝謝 我希望大家在這邊 留言